好 像我在那個 我很省 那時候在 剛上台北的時候 在台北生活的時候 我台北生活費的月花是 三千塊 怎麼可能 一個月 在台北喔 台北喔 台北 台北 一元吃一百塊 等一下 這個是不包含房租的 但是包含吃喝玩樂 太難了 必須一百 必須一百耶 這也不夠 就 三千 沒有 沒有 我跟妳講 我那時候呢 拔 省 孟母這樣搬家還要花錢吧 對啊 我就是盡量呢 不要跑到就是我住的地方 以外的地方 因為我住的地方就是我學校附近 然後呢 我只要去學校或幹嘛 只要在附近的地方 我就是搭腳踏車 我也不搭什麼捷運 計程車更不用說了 然後那時候省到每一天 能睡就不要心 把早餐跟午餐合在一起吃 就是省 這樣就會省一餐的錢了 然後每一餐呢 我都是買泡麵池 有加蛋嗎 蛋有點怪 會加青菜 青菜不是一包可能 大概什麼小白菜 都會有四小豬嗎 然後就會把那個一包可能 二 三 四塊 每吃一餐的時候 就拿一小豬出來切切切切切切 所以我那個一包青菜 我可以分四份吃這樣 然後如果我那時候打工領錢的話 哇 我就開始奢侈了 我就去買肉片 就是那個火鍋肉片 然後也是分了四餐 就是配的那個小白菜 什麼青江菜一起四份吃 所以這樣一餐平均吃下來 大概十幾塊 加菜的話 如果如果加肉的話 可能一餐二十塊左右 還是很誇張 可是後面有些要七八十耶 就不要買貴的啊 然後呢 那時候因為學校裡面 有那個學生餐 就是學生餐廳 那很便宜 所以只要去學生餐廳吃 每一次都吃那個自入餐 它的那個湯 喝到飽 所以你知道飯夾多一點 肉不要夾 夾青菜 但是可以去跟它要肉汁 就會有感覺吃肉的感覺 配飯 對 又配飯 然後在學校餐廳吃 湯喝到飽 無限飽 然後又去攝取 學校附近周邊會有那種 就是會對學生特別好 比如說會有什麼牛肉麵店 加湯加麵不用錢 所以你就去點一碗 對 那時候一碗才 吃到老闆翻臉 老闆不會翻臉啦 怕人家吃肉 那時候我在當學生的時候 就是他就說加麵不用錢 我有一個同學就大胃王 他加了七次 太多了 加了七次之後 然後我跟老闆說 那我要再加湯 老闆說沒有湯了 然後就給他倒白開水 屁啦 真的要把他趕走 真的啦 太小氣了吧 除了吃了以外 我光住的時候 我電費 夏天的時候 那時候每個月 就是一度變那時候四塊 房東算滿有良心的 然後他算也算說 這個月七月的電費 妹妹你 九十六塊 不是啊 不是啊 九十六塊 夏天九十六塊 那個基本費都不只這個錢 因為我們算是算一度電 一度電就是十塊 然後那時候是省到說 我只要吹頭髮的時候 我才會跟我的室友討論說 我們可以開冷氣一個小時 就吹頭髮的時候 因為夏天吹一吹 就會開始流 它又很熱 所以我就跟我室友協調好說 那我們就是夏天的 就是這個時段 我們就開一個小時 然後我們就是省到晚上睡覺 因為我們那一層是 都是女生宿舍嘛 門都打開 窗戶打開 讓它通風 吹著電風扇 所以這樣夏天電費 可以到九十六塊 然後冬天更省 冬天可能就幾十塊而已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子省錢 省到 好歷智的故事喔 對 而且買房子還是要省 幾歲 幾歲就買房子了 有點老了 27歲還80歲 27歲 有點老了 好棒喔 妳好棒 真的好棒喔 好厲害喔